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冬天是柑橘盛产的季节 合作社架上有美铜肝 柳丁 帝王肝 碰肝 然后还有肚脐层很多 那除了我教大家做的菊叶嘎酱之外呢 跟你直接吃 那它也可以放在料理里面 其实也相当的不错 我会带大家做三道料理 首先看到的是用美铜肝来做柑橘烤酱 这是要应用在我们的烤猪肋排 我这次调猪肋排来做 然后它用了醋 黑豆酱油 味淋 然后还有我们的美铜肝 比例我写出来 但是我希望大家还要自己稍微去微调一下 比如你喜欢咸一点或者是喜欢甜一点 都可以调的哦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柑橘凝酱 一般来讲呢外面是用面粉或者是玉米淀粉来做 这是传统的做法 我这边使用的是米菇粉 我非常强烈的建议推荐大家 家里要有一包米菇粉 不论你要煎煮炒杂 你需要用到果粉啊拍粉啊 你都用米菇粉来做 因为米菇粉的吸油率很低 所以对身体健康来讲相对是比较好的 你把它煮到像这样的程度就可以了 柑橘汁倒下去然后加一点米菇粉 对这样就好 然后这边再来的是柑橘沙 柑橘沙呢 我用的是洋葱小番茄 然后还有美铜干跟柳丁 这时候你可以去混合你的柑橘类都没有关系 然后加上一点点海盐黑胡椒 就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再转台回来我们的猪肋排 刚才的柑橘烤酱呢 调好之后我就腌制它跟猪肋排一起 然后现在再过来烤大概30分钟左右 我在烤肉啊做这样烤盘料理的时候 我都会铺上洋葱 因为洋葱会有自然的鲜甜跟香气 对然后再像这样子 很多人会问说 那佛丽萌干跟美铜干是不是一样 其实它们是同母异父 佛丽萌干呢它的个头比较大一点 然后美铜干呢你发现它是小小的 然后果肉比较柔软 皮比较薄 汁比较多 外形跟茂骨干是比较相似的 那如果你喜欢吃甜的柑橘呢 你就可以选美铜干 因为对我台南人来讲 我都觉得美铜干算甜了 然后再来把它放在沙拉上面 更简单方便而且也好吃 不用再加什么其他的酱料 我就只有淋上紫苏油 对把鸡腿煎好 然后我的沙拉都摆好 然后我用了小番茄美铜干 然后还有一些坚果 然后再淋上紫苏油就好了 刚刚的柑橘凝酱跟柑橘沙 我拿来搭配海鲜 因为我自己脑海在想 这样的搭配应该会是最合适的 现在我们的金木鲁鱼片 有新的生产者 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还有一道是盐烤柑橘 这个更简单了 你把中间挖一个洞 然后倒一点点的盐进去 然后你跟着烤猪肉排一起烤 时间不要久 大概十分钟就好了 因为你如果烤太久的话 它的橘皮就会变成成皮 就会苦 它整颗是软的 而且很好吃 我是连皮一起吃 就把它稍微对拨一下 然后连皮一起吃 看柑橘沙沙跟柑橘酱 配上金木乳乳 我觉得它很搭 然后再我们的鸡腿排 运用柑橘来做凝酱沙沙跟烤酱 其实我觉得还非常棒 那日本州防大岛还有柑橘火锅 柑橘火锅很特别 是整颗柑橘放在火锅里面一起煮 我相信那个味道也很棒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